旅外投手李正昌 以三年六个月304万元合约 加盟中信兄弟 月薪62万元 成为中职最高薪投手 经过在二军两场初赛调整 昨天到一军报道 并进牛棚链头 今天正式登陆 有机会在中职一军初登板 至2008年起 先后效力每日职棒 李正昌接受苹果访问 与球迷分享心情 昨天晚上 电视阶的心情 没有他们主要就是问 我看自己调整好的 然后我觉得差不多 蛮接近的 就想说先上来随队 熟悉一下教练的队友 成败跟恰恰成败 自身成败 韩国成败 主要是这些比较熟 其他都很年轻都不认识 我没有跟你讲一下什么 没有就是终于来了 自己其实有一点急 可是教练跟小鸡神派他们都讲说 与其你在那边急 那倒不如慢慢来把状况调整好上来 才有办法帮助球队 我只是听很多人都说裁判吧 应该我要先适应裁判 先第一场比赛再慢慢了解一下裁判的那个 到底哦 前面不会哦 就是要先看情况才会办法的 体育中心罗慧玲台中霸岛